这场春晚是目前国产晚会中最受好评 在豆瓣上也有着9.3的高分 1982年 除药乌鸡国试播之后 西游记每年春节期间播出一两集 一个摄影师 一台摄像机 边拍边播 观众摧根的厉害 特别是11集播完以后 把猴子赶走了 有小孩不干了 和杨洁说你赶紧把猴子请回来 1987年春节 观众没等到新剧集 剧组只能搞了一台春节晚会 向观众交代拍摄情况 包括在西游记里 饰演车志国王后的赵丽荣 他第一次演小品 实际上是在齐天乐晚会上 当时西游记导演杨洁 亲自操刀修改剧本 剧组也在热火朝天的拍演节目 没想到台本才交上去没几天 杨洁突然接到通知 这晚会太俗了 还是别办了 杨洁气得直接撕碎了本子 第二天都没去台里开会 带着团队就打算出国取景 正打算走时 收到了摄像王重秋的消息 让他赶紧来台里 原来是西游记的总监制 不甘心晚会就这么砍掉 拉了几个领导 想再努力一把 市场不能超过两小时 花费不能超过两万元 就这样齐天乐春晚 没有报幕员 没有主持人 全靠西游记剧组的串联 热热闹闹的办起来了 尽管只有五毛特效 但唱剑作打各有绝活 一个剧组的春晚 却胜过当年央视的春晚 各种奥妙 由于后人当作小谭